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是希快 晨早新聞報寸,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方圓家 又上班了,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0月5日,星期三 一股東北季後風正影響廣東沿岸 同時有些趙雨 所以今天天氣預測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也有幾陣趙雨 催和緩治清淨的東風 稍學離岸間中吹強風 今天最高自我線指數大概是8 強度屬於甚高 好,昨天的新聞 會不會有個跑步的人撤死的 原來真實身份就是消防對目 這個消防員服務了香港市民30年 本身20歲就已經說是做消防員 做到50幾歲 你想想這些應該是最fit的人群 無端端說跑步撤死也有的 哇,這件事真是恐怖了 另外還有一個屯門的裝修工人 就撤死在單位裏面 哇,你給他一間屋裝修裝修裝修 香了在裏面 真是未入伙才變空窄了 大家例事 另外再說一下 有個被電騙384萬 去到銀行借錢才揭發的 原來這個人是理工大學的教授 不要以為那些蠻蠻沒什麼怎麼讀書的 被人騙的 李大教授都是被人電騙的 那些騙徒看到這篇新聞真是開心 對,正有成功感 我那天是教授 不是啦,神經病 另外有對父子的吵架 一起被人拘捕 原因就是 扔東西到街上打中圖人 兩父子吵架吵架 動手動腳又扔東西又行 搞到獲竹 另外有個大學生就喝醉了 然後女同學就跟他頂包 什麼叫頂包 以前是謝霆鋒教了你 然後車上四人全部被人拘捕 昨天的新聞都相當多話說 還沒說完精彩的部分 請大家給個like 我們詳細的新聞內容 昨天是重陽節 哇,那些人多到 終於那些孝子言宣了 你沒有藉口了 之前是疫情的 現在都是這樣的情況 市民又無懼酷熱 拜山人龍連綿 逆下金銀衣紙 價格和你加價升了一成半 消費券的帶動下 很多東西都升 昨天出去看玩具 那些玩具全部都趁火打劫 哈哈,貴很多 昨天重陽節 其實是酷熱天氣警告 所以那些孝子言宣 都要給個like 很厲害的 有市民說 因為疫情暫停了兩年 感到不安樂 今年完成這個接種疫苗之後 就放心 親身拜祭先人 是這樣的 都找到位給他宣傳 真是好事 因為政府也是派了第二期消費券 金銀衣紙貴了 不過你就拉上保下 你也可以去買買的 昨天就是這樣的情況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拜山 不過看到拜山那裡 屯門有一個富亨村 原來屯門也有富亨 大埔也有富亨 屯門富亨村山頭 十二個金塔被撥爛了 警察列造刑事毀壞跟進 這些是人為的 人為全部打爛的 之前我們去看山墳 有些被狗擔出來 那些沒有這麼說法 那些是惡意人手搏爛的 所以鞋骨都暴露了 於是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了解 初步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 所以你說土壯啊 金塔 有時候真的撈亂骨頭 是的 是的 那時候在哪裏 是不是鶴鬥村 金塔那些人骨 兩個頭混在一起 不知道是否認識 這些很恐怖的情況 我們行山經常見到人骨 另外先說確診 數字又低了 3286宗 比昨天那些低 現在保持在3000頭的水平 他說現在政府公佈7日平均死亡率不足0.2% 輸入個案是4% 就是看這些標題 似乎好像鋪路做些事情 0.2%都可以說很高 現在就說0.2% 不足 究竟高還是低 自己想 現在你都不敢說 多174個患者入院 其實全香港說1651個病人是留醫的 單日就說有10% 這個新增入院的數 其實醫療是頂得順的 沒什麼問題 平均死亡率是低至0.19% 他說得低至 那就是低至 好 另外說一下 這個真的要呼籲大家 因為我做不到 這件事 我捐不到血的 我有地中海貧血的基因 所以捐不到血 現在38%的受訪者在香港 因為疫情下 影響了心情減少了捐血 團體建議 那些血要開源截流 截流 怎樣截流 開源 大家快點去捐血 有捐過的 捐開的都快去捐 疫情下都要捐的 幫人 救人一命 真的 那時候我爺爺做手術 連續8包血 他也很感謝那些市民捐血給他 即是再生 那時候我聽到之後 那時候也很想捐血 不過我不能捐 因為沒辦法 我有地中海的貧血 所以大家如果捐到的 快點去幫幫忙 昨天的新聞實在太多了 這件事也是相當勁抽 西貢有個狗吧 煙霧瀰漫 全車人狼狽走避乘黑 拿著風火輪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有乘客帶了風火輪進去巴士 突然有燒胎的情況 令到94號的狗吧 濃濃的大煙 一名27歲姓司徒的男乘客 帶著電動單輪車 即是叫風火輪 其後風火輪 懷疑失靈 自己著了 車輪磨擦地面不斷冒白煙 乘客見狀立即下車 男乘客 也曾打爛車窗 不算嚴重 不過也是 煙霧瀰漫大到能見到極低 這麼誇張 不過沒有發現火警 原來風火輪的輪 磨到狗吧 地面 是會引致大量的濃煙 一個男子嘗試把風火輪拉起 但是滅煙 但是滅不了 似乎 我感覺上 就未必只是 磨地這麼簡單 因為他說拉起了風火輪 依然煙還是煙霧瀰漫 這些就厲害 這些風火輪 竟然會令人 戴上車是這樣 那就小心點 其實如果你不讓他帶出街 說會犯法 就全香港禁止了 他又讓你買賣 他又不讓你走出街 這些東西是很愚蠢的 有得賣沒得用 用了就說拉 不如買賣已經是甚麼 就像電子煙一樣 有些人覺得方便 但我在街上看到一封風火輪 真的很牙煙 嚇死了 這次說回昨天那位 滅火救人的英雄 說誰 你都不知道 原來在球場猶堂 撤死的那個 就是51歲的休班消防總隊目 還要總隊目 晚上跑步 只是想練心肺 誰知道一練下 就天人永隔 也有的 真可憐 工會感到軟式建議 就推免費體檢 那你沒有的 你們這些那麼需要 體能工作的 做事的人 就是服務市民的 紀律部隊 竟然是沒有免費體檢 你真是離譜的 有工會覺得 建議要這樣做 我覺得你們一進職 就應該要有這些事情 那他姓湯的 休班消防員 來的 51歲 就在昨天 凌晨在三家村 運動跑步期間 就撤死的 原來凌晨跑步 這幾年呢 我就養生了很多 是的 有時候 不要說懂 懂什麼 那些知識 我懂 都沒有用 這陣子健身 我都扭到手 是的 沒有的 你懂 你的人始終 有些事情 不適合少少 就是這樣 那他們那些 你說凌晨跑步 因為凌晨 建議不要跑步 就近十一點 因為十一點 就是膽排毒 之後就是肝排毒 你晚上應該睡覺 睡覺休息 如果你的心臟太刺激 不過也要說 如果你有這樣撤死 當然未知死因 如果你有血栓的話 他本身身體之前吃的東西吃下去 或者為什麼會有這些 令到他死亡呢 其實不只是關於運動事 亦都關於飲食事 工會那裏就說 你們應該推免費體檢 因為原來消防員定期體檢 就不是強制的 哦 那不行 那你進火場救人 其實這個強制 如果你把體檢強制 都是保障他們 有什麼事 就像我這樣 我隨便買個電子綁回來 我看到自己內臟的脂肪 原來超高了少少的 那我就認識 那我就戒口 那他連這些東西都沒有 尤其是中年人 怕什麼 我有運動 我不戒口 這樣 那突然間 這位消防員 這樣跑一跑 他跑的時候 他沒有想過自己會死 那其實翻查紀錄 在2017年有個49歲的消防員 打打排球的時候 就昏迷死亡 這樣對一些要有體能化的工作 其實有一個保持著的安全體檢 是很重要的 希望這些事不會再發生 另外有個男人 昨天在紅磡碼頭 釣魚 釣到一包子彈上來 這麼厲害 不是一顆 30顆 發現一包東西 在紅磡碼頭釣魚 釣到30顆子彈的物體 大部分都長瘦 但他就報警 當然了 那一會兒 那一會兒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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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由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 調查一下 究竟包子彈是怎麼來的 你無緣無故在海裡 釣包子彈上來 也是有可疑的 好人好者 不會釣包子彈下海 一定有些非法的事件 好 另外說一下 大學生 你真的做了些事 犯法 香港都會大學 學生涉酒假 現在香港有都會大學嗎 不看新聞都不知道 女同學是頂包的 一車四人 全部被捕 東九龍總區交通部人員 10月3日 在區內 有個進行追捕者 打擊酒假的行動 人員在龍池徑 在龍場巡邏 看到Benz 鼓鼓滑滑 上前折茶期間 懷疑司機和一名女乘客交換座位 哈 是上前期間 立刻調位 看到他調位 看著他調位 這個姓朱的男司機 喝了酒 醉酒駕駛 還有你這樣調位 就妨礙司法公正 其實基本上 你那幾個同學 就沒事的 懶醒 豬頭炳 真是姓朱 這件事 那個女乘客 和兩名 分別就是 34歲的男乘客 全部被捕 原來現在有這麼老的大學生 原來四個都是香港都會大學 四年級的學生 之前的名字叫公開大學 哦是嗎 哦 公開大學 我以為是社會大學 哈哈 出來是社會學習 現在真是 這麼大年紀的大學生 第一次聽 都愚蠢 人家查你的時候 你走來調位 論論盡盡 警察看到 都不知道是不是那條 醉酒的司機 喂喂喂 我喝了酒 快和我調 傻妹又信 這樣調 然後被人搞定了 真是 低B 這些食頭 警察過來才來 跑來調 真是愚蠢 很不清醒 很不理智 好了 講開大學那些 大學那些 你以為讀得多 原來都愚蠢蠢 理工大學的教授 被人電騙損失了384萬 就說租不斷勾索 去到銀行借錢才揭發 被人科索 就報警 還去借錢給人 什麼事啊 一名62歲 已經聖陳的男子 墮入電騙案 損失384萬的現金 即是港幣 消息指 事主是李大教授 任職工程方面的科目 7月初接獲一個陌生的來電 對方聲稱衛生署 衛生署職員打來 說事主違反廣州市公安局檢疫規定 這些很難說的 你知道內地的防疫 昨天說到有個地區 抓到人發燒都說獎五千 有些事情 不過你問回香港衛生署 稍後就聯絡他進行查詢 同日 事主再有一個自稱公安 就打電話給他 就說你在內地涉及洗黑錢 就要求他提供個人的資料 和住址 供調查 他就信 就愚蠢蠢 然後騙徒利用WhatsApp聯絡他 要求提供銀行戶口 就以示清白 讓人看看戶口有多少錢 騙徒在7月25至29日 就短短五天 將大概184萬的錢 就轉到兩個本地銀行戶口 錢就被他轉了 他吃過尋味 再到致電這位教授就說 加碼再入多200萬就做擔保 事主早已被握全副身家 哎呀死了沒有錢 銀行借給你 低能 銀行職員發言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把全副身家都給人 還要借200萬 是銀行職員揭發的 你為什麼沒有分析能力 事主才知道自己原來被人欺騙 是銀行職員告訴你你被人欺騙的 有沒有搞錯 只好報警求助 那就是這樣 你說讀得多 都未必是厲害一點的 在另外一方面可能 其實你身無事 不用拿一些證據證明自己 香港的法例是怎樣的 香港的法例應該就是 法庭證明你有罪 不是本身當你有罪 然後再在法庭上 我證明自己沒有罪 這個是法律 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就知道 不過我晚一點 江玉歡好像有一件事 就反過來說 不過那些比較敏感一點 在報紙上說我才敢說 題目就關乎那些免針子 晚一點有機會 我OK仔開會看看 說不說 好了 荔枝國的收押所 就爆打鬥的 那個男的囚犯 就租七個人圍偶 受傷就送軟 打到blackjack了 七個年齡介乎22至34歲的 在囚人士 在日間活動室裡 襲擊一個26歲的男人 就是一個囚犯 在場的懲教人員 看到這樣馬上將他制止 然後叫支援人員到場 事件中 受襲的在囚人士 頭部背部都受傷 送到公立醫院進一步的治療 施襲者就沒有受傷 當然是七個打人一個 這八個囚犯都是因為搶劫罪 犯患危險藥物 處理裝物被還押 究竟為什麼會被人打呢 他沒有說 我們也不要自己作劇情 另外說一說 觀塘按摩女技師提供了首任服務 不知道為什麼網上這麼多人關注 勁比哈哈和開心 最老的妓女 就去到52歲 抓了14男女 52歲 香港的樓上骨 不是怎樣 真是黑癡癡 遮掩他們老賣的身軀 對呀 這些燈光火暗 警方展開代號 叫精刺掃黃行動 在觀塘區 賭破五間 由黑幫操縱到埋淫場所 拘捕兩男就十二女 年齡介乎39至63 最小都39 唉 你香港真是 所以為什麼 的士司機說 這麼想中港通關呢 你香港有什麼吃 他說 黑幫招攬中年婦人 做竹肉店 按摩店技師 年齡最大 52歲 暗中提供賣淫服務 唉 真可憐 該會 這些賺到錢 真是 好恐怖 走去打骨 人家猛尼 打不打3G 哎 真是 小心點好 不要在香港亂打 打骨 還有你其實 這些所謂打骨 他不會打 就打傷你的 我走去讀骨商科 很多都是不會打 被人按斷了 背脊 即是那條脊椎 脊椎隔壁有很多 一條條的骨仔 兩邊一枝一枝伸出來 很多做止壓 不懂得按 按斷了別人的骨 斷了 那整天硬的位都痛 被人硬硬硬 因為他又痛一點 一痛一點 一放手 又好像舒服一點 搞到一個惡性循環出來 大家如果真的 有些根鍵要舒緩 不如找我那個巴君老師幫幫手 雖然他排隊排到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接下來還有一個明星 就要經我說要光顧他 我不說誰 很多人都有這些 症骨 或者是復位的需求 但是有些人真的需要另一種需求 就去觀塘找52歲的婦人 真可憐 唉 好深 另外再說一下 黃大仙有個男人打手球 和另一個人頭撞頭 撞頭 一度昏迷送軟 真可憐 手球也挺難玩的 那些步伐和籃球很不相似 那這次說到很激烈的碰撞 就兩個頭撞頭 下午四點昨天 就在黃大仙彩虹 看育館打手球 和下午碰碰 火星撞人頭 陷入昏迷 在場人士替男子進行急救 但是一度昏迷 去到醫院才回復清醒 這些有驚無險 又搞定 沒事 沒事就行 之前北國有些國旗被人刑事毀壞 警察抓到一個男人 你以為是 仇恨政府 是不是 你不喜歡就離開香港 告訴你這個不是香港人 不是華人 他是36歲摩洛哥籍的男子 正所謂阿姿阿朱摩洛哥 你剛才說的那些政治成份 會不會是多手 還是怎樣 我看到香港那些國旗區旗 又是擺得很勤力 在九龍堂 我乘車經過 每一條都有 每一條都有 多厲害 不知道他有什麼原因 就要這樣做 總之拘捕了人 另外 講一講對父子 兩父子 你幹什麼呀 傷喊不好口 兩父子哪有隔夜仇 他現在即日跟你解決事件 兩父子 吵架就吵架 扔東西的 扔那個鐵罐 那些 那些 照片拍出來 就是彈卷罐 那些鐵罐 那些是鐵罐 扔那個鐵罐 那些是鐵罐 有人報警 有鐵甲威龍 破門入屋 就拘捕了這兩個 鐵甲威龍 又不是電影的鐵甲威龍 包到實在那些 你兩個這麼激動 免得警員也無謂受傷 這件事 昨天下午三點警方 接獲保安報案 指在東茂樓 對開有人高處 扔餅罐下街 打到人 軍裝巡邏小隊 接到這個報警 就說去單位了解一下 發現單位有玻璃瓶 也聞到火水味 有可疑 不敢進去 於是通知衝鋒隊警員 和消防人員到場破門 入屋後 單位發現一對父子的父子 情緒激動 涉嫌襲警 警員將兩人制服拘捕 現場消息指兩人曾發生爭執 期間有人扔餅罐下街 老爸激動 可能是老爸扔仔也未扔 所以很難估 現場消息指 涉案父子曾經反鎖自己 在單位裡 警員透過門 看到兩人 也聞到強烈的火水味 玩得那麼激動 有火水味是燒人還是自焚那種 即是有危險 經過警員的估計之後 就叫大台 搞不定 一有什麼事爆起來 就麻煩了 消防人員和新村俗稱鐵甲威龍的 戰術保護 警員在場破門後入屋 其中的老爸情緒激動 懷疑 用張床襲擊警員 不是吧 美國隊長 你怎麼拿到張床襲擊警員 這麼厲害 他就這樣寫 我這樣讀 警員用胡椒噴霧制服 利東村東茂樓 對開路面 有四個餅罐 原來不是扔一個 是扔四個到街上 你真的聽到鐵甲的聲音 鐵甲扔到街上 好像開槍一樣 報警就對了 我沒猜錯 事件中26歲姓魏男子 在建築物甲扔到街上 是兒子扔的 反而是父母激動 雙方都激動 父母激動到要襲警 怎麼了 這些就是貪真痴的真 一個人憤怒的時候 就變回小孩 變回野獸 沒有意思的 但是有些人真的冷靜不到 他沒有這個緣分去接觸 一個技巧去控制自己的情緒 很簡單 關照自己呼吸就可以了 將自己呼吸變慢就可以了 但不懂就不懂 搞到越搞就越嚴重 另外 講到剛才對父子打架 父子也有親子關係 小時候帶他去公園玩 記不記得這些事嗎 不要搞到這麼嚴重 不過如果你在公園玩 玩到太高興 也可能會害死兒子 貪過癮 出盡全力推薦 那些公園的飛索 的兒子捉住 一旦推薦 用盡全力 說他出盡全力 男童撞爆頭 送去醫院 但這件事真是在澳門發生的 香港我真的聞所未聞 香港也一樣有點危險 昨天放假 爸爸帶兒子去公園玩 兒子已經八歲了 在水塘休憩區 游玩時受傷 消防員到場了解一下 原來說父子跟他玩飛索 大力一推 用盡全力一推 一推 整個飛落地 頭都爆了 有目擊者說 本人親眼目擊 他爸爸一直狂奔 他不是用盡全力這麼簡單 是助跑狂奔 大力推 滑竿 然後加多些刺激 怎料慣性太大反彈力 男童直接撞到橫梁 看到也覺得痛 一聲 哇 人家排了半小時 就快排到 怎料多謝父親用盡全力 打算把生兒子撞出來 頭都爆了 他說這個飛索早前 應該九歲的小女孩已經爆了 所以這個要加強巡邏 或者檢查設施 是否安全 這些也是 兒子玩還是你玩 就這樣就可以了 你這麼大力 想博生多個嗎 大家勵勵 真的 好了 另外說一下有位 叫爆眼女的人士 爆眼女是誰 不知道 在移居加拿大開了YouTube Channel 就說現在生活已經安頓了 曾經在2019年反修例事件期間 一名女士在尖沙咀示威現場被人射爆眼 叫K小姐 網上叫她做爆眼女 原來昨天在YouTube發布片段 近方 就說現在自己在加拿大做YouTuber 用一個低成本的製作 分享生活的點滴 就說拍片受男朋友啟發 現在又放狗又煮飯又等等 開始YouTube頻道 因為希望關心她和她男朋友的人 可以透過片段了解她現在的生活 就這樣吧 告訴你她現在在做什麼 今天的新聞都差不多了 祝大家今天上班開開心心 謝謝 拜拜